。 我们今天我们继续就是 学习能够 看来我今天提供的问题少了很多 好事 为什么问题越少越好吗 说明大家听经慢慢得到一些受用 对于人生宇宙真相慢慢明白 就不会那么多疑惑 我们看这个问题 我的朋友许的愿是王大仙 他说如愿圆满就用宵珠还神 我说不要用宵珠 改用宵珠的钱放入功德商 妙足对他说不可以改 因为你发的愿是用宵珠还神 想请问是否真的不可以改 你说可不可以改吗 可以 第二 可以 这个 这个标准是用真相 用佛菩萨的教导作为标准 不是说我以前许的愿 即使那个愿错误都不可以改 这个不对 应该改恶行词 恶的不好的错误的应该要改 善的不改 我也要改 这个感觉 这个 这个 消珠去敬神 其实就是对神的大不敬 因为神如果是善神 祂都有慈悲心 有智慧 甚至祂都学佛 你看道家里面 他们是有大成就的菩萨 文昌帝君 女祖 都是学佛的 而且都是有大成就的菩萨 所以他们都有慈悲心 他们教导我们世人 不可以杀生 我们偏偏要杀生 还要用杀害的生命来供养给他们 你说这个是否是窃毒 大不敬 好像你拿一个超珠去共佛菩萨 是否就是对佛菩萨的大不敬 所以道理一定要明白 如果你已经许了个愿 希望要供养黄大仙 供养这些神明 应该怎样做呢 你最好印一些神明的教导 好像文昌帝君 音字文 太常感应篇 女祖劝孝文 文昌帝君劝孝文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神圣教育 用这些来流通 神一定非常欢喜 因为祂就是希望教化世人 你来帮助祂教化世人 祂是不是很高兴 祂才不是想吃你的烧猪 搞错了 一口都不会吃你的 那种供品只是表现自己的恭敬心 而什麽是真供养呢 我们要知道 你看 普言菩萨行元品里面说 一切供养中 法供养罪 法供养是最时性的供养 而法供养有七种 第一种就是余教修行供养 就是佛菩萨的教导 你能够依教奉行 你老老实实照着这个教导来做 来改过自身 断恶修善 你就是真正对他们的供养 他们是最欢喜的 所以千万不能搞迷神 一定要懂得独理 下面一个问题 佛讲我们的祖先是光阴天来的 但现在科学家就说 人类的祖先是缘后 掩变而成 请问怎样去理解 科学家往往是提出一个理论之后 过了没有多少年又要推翻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所以进化论 就是说人类的祖宗是缘后的 是达尔文提出来的 达尔文到他晚年之后他就惭悔了 他信了神 信了上帝 他是知道自己错 后人包括他以前搞错的那些 还是用来奉约神神神教导 这是不对的 这个 进化论充其量只是一种假想 虽然他有少少这方面能够解释我们的现象的 这些道理 但是他不是正确的道理 那佛所说的才是真实 因为众生有六道的轮位 我们是人道 天道很复杂 总共有二十八层天 二十八层天 肉界有六层天 色界有十八层天 毛色界有四层天 总共是二十八层天 这些光阴天的天人 他们有这个神通可以到处飞 佛讲说 来到我们这个地球的时候 就开始起了少少贪念 吃我们地球上的这些穀物 这些食品 吃了之后 就飞不上天 就留在这个地球上 就做了我们这个人 所以人类是这样下来的 所以人他是善道 他的心地 与善道相应 与天人相应 然后是畜生道 畜生道如痴 所以 虽然形体上有少少相似 人和源侯 除了没有尾巴之外 其他地方都有相似 但是不代表他就是我们的祖宗 反正我不承认他是我的祖宗 所以我们要相信佛 以后科学越昌明 对于事实真相 就越能够发言 下面一个问题 佛说无量寿经有上下卷 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淨平等各经 两部经内容都是讲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 其他地方有些差别 请问这两部经有何分别 这两部经就是一部经 但是版本不同 我刚刚开始讲经的时候 好像第一日或第二日 第二次的时候讲的 无量寿经 佛当年在世的时候讲得最多 翻译成中文的经典文有十二个译本 所以从译本当中我们看出 佛当年就讲过很多次 所以有不同的翻译 有不同的无量寿经 翻下来 十二种原译本 有七种已经失传了 从汉朝 安世高也翻译过一次 安世高的版本已经失传了 一直到宋朝 最后是宋朝还翻译过一次 翻译的人叫发言大师 十二个版本 剩下只有五个译本 五个译本都有不少的出入 即是有很多差别 即使是这五种原译本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都是佛在不同的时期地点所讲的 所以说明无量寿经是佛多次宣讲 为何多次宣讲 因为它重要 重要是要反反复复多次去讲 所以这个法门是一个特别法门 救度众生最时性最方便的法门 所以佛先多次来讲 多次来讲 我们要了解整个淨土法门的真实意 应该是将五个原译本都要认真研究 但是这个工作量很大 一般普通人没有这个时间 没有这个精力 甚至未必能够收集齐五个版本 我不知道哪一位五种原译本都有齐 我就有齐了 可能好像我这样的人不多 我是专门研究无量寿经的 所以五种原译本就收集齐了 但是一般人 你不是全身心投入这个研究工作 估计你也不可能 所以受持就不方便 所以就有必要要会集 以前在宋朝的时期 黄龙书老居士已经会集过一次 叫做大阿弥陀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版本 大阿弥陀经 我是刚刚学佛的时候 在广州本换老和尚 他将大阿弥陀经给我 当时我还未读到 现在我们读的无量寿经的会集本 我当时看了觉得非常欢喜 我大约19岁 但是这本会集本 虽然会集得很好 但是都有瑕疵 有些不妥当的地方 譬如说黄龙书老居士 有改动经文 用自己的语言写进去 他可能为了省略文字 就不用原译本的语言 就用自己的语言来写 意思都没错 而且写得非常好 他是一个大德 他写没问题 但这个例子开了之后就不好 因为后人见到前人都可以改动经文 我们看不明白的地方就改 你又改一下我又改一下 搞到最后经典面目全非 所以这个例子不可以开 绝对不可以改动原文 所以印钢大师就非常低便 改动经文的做法 所以即使黄龙书 他能够会集得非常好 而且当年廉池大师 在《正土宗》第八祖 在《注解阿弥陀经》书抄里面 多次引用黄龙书的《大阿弥陀经》 如果他不好 也认为廉池大师绝对不会引用 是确实好 但还是因为有不妥当 不圓缓 所以后人也有继续做新一新的会集 清朝 毅城观居士 他做了第二次的会集 他比黄龙书要进步 黄龙书当时的会集是用四个原役本 他没有收齊五个版本 他只有四个版本 所以本身不够圓缓 只留了一本 因为当时他收集不容易 他都收集不齐 各下收集不齐 没有什么奇怪 所以清朝的毅城观 他收齊了五个版本 然后在五个版本基础上来会集 他是想说会集非常圆满 就能够给后代一个圆满的版本 大家看这个会集本就可以了 不需要花这么多时间看原役本 这个发心很好 方便我们的学习 但他做的也不完美 还是有改动经文 所以没有黄龙书那么多 还是有的 所以印钢大师也有批评 夏连居老居士和印钢大师同一时代 民国时期 他就做第三次会集 他用的时间 后来用了十年 专攻 专门做这件事情 闭关来做 他们要求自己 一定是每一句话都出自于原役本 绝对不改一个字 最后会集成功 就是我们现在手上摸到的 大乘无量寿 庄专、清净、平等、国经 这个题目也是每集本 是后汉时期的译本 第一本 现在我们留下来 五种版本的最老的一本 叫做大乘无量寿经 佛说大乘无量寿经 和宋朝发言 所以译的 叫做无量、清净、平等、国经 这两个经的经题会在一起 去重复的字 叫做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业、清净、平等、国经 所以经题也是会集本 也没有添一个字 这本会集本 是当时的大德公认最善本 最好的文本 确实每一个字 每一个句都出自于原役本 而且意思会集得非常圆满 夏连居路居士一定是大庞莎再来 他来这一生专门做这件事 所以我们得到这本会集本 是非常有福报 我们正空老法师一生就弘弱这本会集本 我亲眼看到的有坐着走的 在美国我读书的时候 就看到一位老婆山 马玉叶老婆山 84岁坐在那里走 他就是一生受持这本护尘盆 睡着走的当然就更多了 所以念佛往生的佛世界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们一定有信心 这部经正空老法师说的 就是佛预言的 在佛灭尽的时候 也就是九千年后 所有佛经都灭绝了 世界上还有一部经留下来 就是这部《无量寿经》《回撒堡路》 这部经最后能够留一百年 还可以到很多很多众生 只要你能够相信这部经里的义利 你能够依靠奉行 通通都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这两部经 这所说的《佛书无量寿佛经》 可能就是说的 其中一本缘亦本 现在流通比较讲的 是曹毅时期 三国的时候曹操和曹毅 他建立毅国 曹毅时期的康曾凯 因为他是印度人 他翻译的《大习无量寿经》 现在我们读的《回撒本》 就是《下年居路居市》的《回撒本》 比《康曾凯》的经难更加圆满 就是因为它有融入其他版本的内容 所以我们读不是单读一个版本 理解上怕有片面 所有版本都要读 但又不方便便读每集本 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 下面的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长 《诗家誓尊初转法轮时》 《五大弟子是那五位是否有次罪》 《十大弟子是那十位》 他列了几个字 《嬌陈瑜》 是什么第一 这些是佛学常识 你都在佛学大词典里面可以查到 我这个人不是一个词典 所以你问我这些问题 就问疾了我 所以回去查佛学大词典 这个通通都有 或者是三藏法术 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书 或者是教性法术 这些都是学法 研教必不可小的工具书 佛的十大弟子 五大弟子 通通都有介绍 或者你可以看阿弥陀经书抄 阿弥陀经一开始介绍十六大弟子 每一个是哪个第一 通通都有介绍 尤其是很详细 你可以看一看你就知道 《嬌陈瑜尊者》是第一个开误 是释迦牟尼佛第一个开误的弟子 就是镇压罗汉狗 我们讲到经文的时候会讲到他 他在《嬌陈瑜尊者》是第一个人 嬌陈瑜尊者 还有《捨理佛》是智慧第一 《目见连》是神通第一 《大家业》有些人是读《大家舌》 我的广东话是一般的 读得不对大家多多知证 在普通话是《大家舌》 可能读舌会更适合 《孽》是字是孽 但读音是不同的 《头陀第一》是大家舌尊者 《头陀》就是苦行第一 《阿兰陀尊者》就是多汶第一 下面有很多 《各位专者的第一是否正确》 你回去查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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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下面的《地藏王菩萨》有两位 一位是頭戴官帽,一位是肛頭,兩位有什麼分別? 就好像你自己戴帽又是你,不戴帽又是你。 官帽是所謂疲勞帽,出家大法師是他戴的, 他是現出家上。 下面在家做早課念能言咒,是否要有功夫心口才可以念。 因我初念能言咒時,家中不幸有人傷亡。 後來長輩叫我不要在家中念,說我功力不夠是否是事實。 什麼是功力? 什麼是功力你要知道,功力就是戒定位, 持戒就得定,得定就開自慧,這就是你的功力。 你持戒持得越好,你的定力就越深, 自慧就越高,定力是可以降伏煩惱。 自慧是可以轉煩惱,所謂轉煩惱為菩提。 要開自慧,要開自慧。 開了自慧,煩惱就可以轉。 轉煩惱,煩惱越多越好。 煩惱越多就是菩提越多,智慧越多。 所以煩惱和智慧是一不是二。 迷的時候就叫煩惱,開誤就叫智慧。 所以《花炎經》說,淫勞癡亦是戒定位。 這是開了智慧的人。 所以你的功力深厚就是看你的戒定位。 一定要從慈戒開始。 你想說要功力深厚, 我教你,你先要學經教。 因為經教是指導, 好像你要航海,它有個航燈, 它指引你的方向。 如果你不學經教, 那個方向錯誤了, 你越精進越弊, 相反方向。 所以一定要先學經教, 先要開解,解悶。 用你的經教來指導你的修行。 比如說持戒, 你要懂得怎樣持。 戒有開的時候又怎樣開, 什麼時候才叫開解。 如果該遲的時候不遲, 該開的時候不開, 都是法解。 你不懂經教你就不懂。 要如何收定。 如何能夠收定。 這個定就是清淨修, 如何去收定清淨修。 智禮當然更加需要經教的指導。 所謂深入經坐,智慧如來。 而這個裏面有個秘訣, 就是一定要尊。 我們初學的人, 千萬不能搞格集。 一格集, 你的心得不定。 所以學經教, 要懂得一門深入, 長時分修。 你學一門。 你如果同時學兩門, 都很難成就。 如果同時三門四門那些, 肯定是沒辦法成就。 譬如說你這個大廳, 有幾個門。 你想入到來, 一定要從一個門入。 隨便一個門都行, 你從一門入, 你就能進來。 進來就是一樣, 你說我要兩個門同時入, 你進不來。 所以是道德這個道理, 一門深入。 我學了二十年, 現在終於完全明白, 一定要一門深入。 所以我就專門研究, 學習武良壽經。 當然無良壽經, 亦都是如來正說第一經。 一切經裏這部經最殊成, 它是中本花炎經, 花炎濃縮版本。 所以我選定這個最好的一門深入。 大家同我們一齊來一門深入, 一定能夠得定。 你磚才能夠得定。 你的心散亂, 這個又學, 那個又學。 頭腦像個帳壺一樣, 亂七八糟, 絕對得不到定。 得不到定, 就無法真正開智慧。 可能你學的佛學常識很多, 譬如知道這個弟子是誰第一, 那個弟子是誰第一, 這個常識, 你可以變成一個大字典, 但未必有智慧。 智慧是什麽? 可以解決問題, 這個是智慧。 你常識多, 充其量叫做認識問題。 你懂得這麽多問題, 問題就越學就越多。 智慧是什麽? 解決問題, 問題越問越少。 到最後什麽問題都沒有了。 所以我們學佛的方向是開智慧, 不是學佛學。 我一開始就跟大家講明, 我們這裏是學佛講座, 不是佛學講座。 你想學佛學, 可以去佛學院, 分學院裏教你很多名詞俗語, 你可以學很多經典, 讀很多名詞。 我們這裏沒有這麽多, 通通都是很簡單平實的說話, 希望我們開智慧, 走的道路是界定位的道路, 不是搞世間學問, 不是搞學術。 所以等你學經教, 第二個就要念佛。 念能研究好不好? 當然好, 是佛講的, 但能研究很長, 你從頭到尾要一個網念都沒有, 這才叫做功夫。 你這個定力才能出現, 一般人很難做到。 所以古人說, 讀經不如念咒, 念咒不如念佛。 讀經長, 一部花炎經, 從頭到尾一個網念都沒有, 不可能, 除非你是海悟的菩薩可以。 讀經不如念咒, 念咒短, 可能是最長的咒, 但都比經歷短短很多, 但念咒時間仍是長, 要不打望念都很難, 不如念佛。 念阿彌陀佛四個字, 裡面可以沒有一個妄想, 我想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做得到。 阿彌陀佛四個字裡面, 一個皇上一個皇, 個個都可以做到。 所以你念阿彌陀佛四個字裡面, 沒有一個網念, 這句佛號就有能力, 它就有功力, 可以幫你燒業障, 幫你解冤結, 那些所謂冤親債主來找你的, 你念阿彌陀佛可以解, 你自己有個業障可以燒, 靠念佛, 更何況一句阿彌陀佛佛號, 含有十方一切諸佛的功德在裡面, 這是《民視波若經》講得很清楚, 能念一句佛號, 就有無量無邊的功德, 這個功德是包含十方諸佛如龍的功德, 一句阿彌陀佛, 就包含在裡面, 所以能夠老實念佛的人, 那個功夫自然就出來了, 念念念念, 你就開智慧, 念念念, 你甚至能夠出神通, 當然我們學佛人不搞神通, 不追求神通, 神通的自然出現, 什麼叫神通呢? 你的心到了很清淨的時候, 你本性的能力自然能夠恢復, 這是你的本能, 個個都有的, 你和佛是一樣的, 佛的能力都通通具有, 這就叫神通, 所以好好地能夠念這句阿彌陀佛, 什麼問題都能夠解決, 我們在這裡每個禮拜講經, 講無量壽經, 無量壽經就是教你念佛求心淨土, 你從解門入,非常之好, 除了解門大家要自己多念佛, 解行要相應, 解行要並重, 不能有解無行, 亦都不能有行無解, 清涼大師, 這是花言元首中的第四祖, 清涼大師說, 有解無行, 增長邪見, 有行無解, 增長無名, 所以你只有解無行, 你就是聽經, 然後無去落實, 你增長是邪見, 聽得多反而出邪見就多, 這些是知識分子往往犯的毛病, 我都是國內人, 我以前經常有這些毛病, 所以假如很喜歡聽經, 言教, 但是念佛不夠注重, 你這個念佛如果沒有, 經教的指導亦都不行, 增長無名, 無名是業障, 所以念佛有些人念到神經病都出來, 走火入魔, 為何呢? 他沒有經教的指導, 自以為是, 對於很多境界他不明白, 他就過不了關, 所以有些人, 阿精進佛七, 一句阿彌陀佛念呀念呀念到最後, 發神經, 真是這樣, 甚至有跳樓, 都是無經教的指導, 所以解行要並進, 解行要相應, 所以我們在這裏學經教, 學武兩手經, 希望大家要多年份, 如果有機會, 希望余明子將來, 每個月能夠打一次佛七, 我們的佛七也不需要用很傳統的打佛七的方法, 九哥要很多佛師, 他們做為羅的, 要敲佛器的, 我們未必找到這樣的人, 我們用列佛機就行, 放這個音響, 大家這樣念, 也不需要叫佛七, 就叫做念佛共修, 不一定七天, 一天也可以, 兩天也可以, 阿彌陀經說,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若七日都可以, 看我們的時間安排, 這樣很方便, 所以將來有這個機會應該是這樣, 我看看和唱功師傅匯報一下, 大家有沒有, 看來大家都很好歡喜, 想這樣做, 我將大家的意見向唱功匯報, 希望他們老人家慈悲, 成就我們的修行, 所以真正將經教聽明白了, 真正將經教聽明白了, 要入念佛堂, 在念佛堂裡面, 成就你的功夫, 你的界定位從這裡出來, 念佛法門非常方便, 它和其他法門不同, 其他法門, 它要學界, 學經教, 一層一層向修, 物宗裡面有一個叫做, 菩提道次第, 一層一層的, 有些同修說, 你學淨土的, 淨土有什麼次第, 可不可以和我講清楚, 我說淨土不需要講次第, 它是圓融的, 初學的人入去又行, 等各菩薩入去又行, 一入到來一樣, 練佛的法門是殊聖, 叫做三根普披, 利頓全收, 三根是上中下根, 上至等各菩薩, 下至地獄道中心, 最差的, 通通可以含涉在裡面, 都可以收這個法門, 所以有什麼次第呢? 沒有什麼次第, 你地獄直接練佛就可以往生紀錄世界, 一去到紀錄世界, 就是阿唯與主菩薩, 所以你問我次第, 我沒多說, 這跟一般通討的法門不同, 它是圓頓大法, 圓是圓滿頓即入, 立超, 所以它不需要講什麼次第, 所以逆入, 你什麼時候聽明白了, 有真信切願求生證土, 你入念佛堂, 用心信願, 來慈佛命好, 執慈阿彌陀佛這句命好, 一路念下去, 一心不亂, 你能夠一心不亂, 你不需要那麼高, 最低的層次, 是念佛三味最低的層次, 叫做功夫成片, 功夫成片是什麼現象呢, 從早到晚, 從晚到早, 二十四個小時, 這句佛號不間斷, 這叫成片, 你有這個功夫, 你一定往生, 絕對往生, 甚至你可以選擇日期, 我想什麼時候走就什麼時候走, 真是的, 自在往生, 所以你的功夫怎麼出來呢, 念佛練出來, 人人都可以做得到, 怎樣能真正做到呢, 正土講信願行, 信願要從經教得到, 聽經為了有相信, 有願望求生進入世界, 有深信願一定往生, 偶益大師說, 你的慈佛名號, 你的慈名功夫, 決定你往生之後, 品位的高下, 你功夫越深, 往生極樂世界, 品位越高, 九品, 你可能是上上品, 比較差的, 下品都沒有問題, 偶益大師說, 下下品往生我就滿足了, 真是這樣, 下下品是什麼呢, 一點功夫都沒有, 得個信願乃至十年, 十年裏面, 十句阿彌陀佛裏面沒有妄念, 我想你們每一個人都可以, 問題是你們是否真信切願, 有沒有真正的信願, 這是重要的, 我有時問大家, 你們是否真的相信, 舉手啊, 大家舉手, 好,真的相信了, 是否真的願意去極樂世界, 大家都去, 好, 大家好, 但是呢, 如果這個問題, 我換個角度問, 你現在是否身心世界, 通通都放下了, 啊, 真的? 我啊, 放下的請舉手, 這個, 大概是剛才的三分一度, 好, 麻煩, 給點掌聲給這些同修, 真正衝衝放下了, 你才叫做真正的願意去, 你這裏還有一件事, 不肯放下, 你說你願意去那個架, 不是真的, 阿彌陀佛來了, 你說阿彌陀佛, 不不不, 我這邊還未搞定, 銀行的支票還未去兌現, 啊, 這些全部都未放下, 放下的, 幾時都可以走, 隨時隨時都可以走, 一點流暖都沒有, 這樣就要放下, 所以功夫是平時用, 你平時就要放下, 對你的財產要放下, 對你的家人要放下, 放下情執, 對你的明文利養, 你的五欲六層的享受, 你的人我的是非, 恩恩怨怨, 通通要放下, 什麼都不在乎, 就是一個心想往生的世界, 這種人就一定往生, 你入念佛堂, 求什麼功夫? 求一生不亂的功夫, 提升你往生之後的品位, 這個功夫還未能落實, 還有懷疑, 或者還有牽掛, 這些都是未有真正的信念, 那怎麼辦呢? 來聽經, 聽經的目的就是幫你, 幫你的懷疑消除, 斷而申術, 幫你的牽掛放下, 放下牽掛你的願才是真, 到你有真正的信願, 具足了, 你不需要聽經的了, 你入念佛堂, 念佛就可以了, 你決定往生, 靜下來就是提升往生之後的功夫, 那個品位, 所以如果說次第, 可能這個都算是一個次第, 一開始一定要聽明白道理, 當然你聽明白道理, 你也要有清淨心, 你如果心不清淨, 說到實話, 不要說我跟你說, 你不明白, 釋迦牟尼佛跟你說, 你也不明白, 你心不清淨, 佛的道理不能入到心, 所以怎麼辦呢? 用念佛, 念佛是念不出清淨心, 當你有妄念的時候, 立即提起阿彌陀佛這個佛空, 什麼時候有妄念, 什麼時候提起佛空, 一定要做到一天到一刻二十四個小時, 沒有妄念了, 你就成功了, 你現在心悅清淨, 你聽經就更能明白, 甚至你能開門, 我們為什麼聽經聽不開門呢? 就是因為我們的心不清淨, 所以念佛和學教, 是雙虎雙食, 缺一不可, 到什麼時候你可以不需要經教呢? 就是你真正老實, 沒有任何妄念, 一條心念佛, 所以我勸你, 如果你覺得能言咒, 你讀起來, 你不能相應, 我勸你改成念佛, 念佛你得過加持力更強, 阿彌陀經說, 十方諸佛來勿念你, 這絕對沒有他選擇。 下面一個問題, 請問師傅, 我過生日時, 剛好有朋友往生, 我可以幫他助念嗎? 還有遇到過年過節的時候, 可以幫助別人助念嗎? 你說可不可以? 可以, 當然可以了, 真正助念, 功德無量。 你想想, 幫助一個人往生極惑世界, 就是幫一個人成佛, 這個功德無量無邊, 所以, 生日, 過年過節, 都要去, 不要怕說不吉利, 這個才是吉利, 你做無量的功德, 你說吉不吉利, 所以, 有這個機會, 我們最好能夠參加助念, 幫助別人, 就是幫助自己, 幫助別人念佛, 求生淨土, 你對生死容易放下, 容易看破, 我, 我很喜歡跟別人助練, 經常是, 如果有機會, 我就去幫別人助練, 我跟別人開玩笑, 我最喜歡跟那些死人打交道, 我, 當然, 人未死就要練佛, 不是等人死了, 未死之前要練佛, 一路練到死, 那不是死, 是往生, 是生, 不是死, 所以, 這個助練, 是很好事, 助練一定要如理如法, 印剛大師寫了一篇文章, 叫做《臨中三大妖》, 專門說如何助練, 我曾經講過這個文章, 用廣東話都講過, 大家可以, 我們看看我們的光碟, 下次可以做出來給大家聽聽, 那篇文章, 如果你想助練, 可以印出來, 我們幫它印出來, 這個印剛大師, 淨土宗第十三祖, 他對助練講的, 非常之徹底, 如何助練, 三大妖, 第一, 要為臨中的人開示, 為何要開示呢? 為了幫他生起信願, 歐益大師說, 信願決定你能不能往生, 你真信切願就一定往生, 乃至十年都可以往生, 所以臨中的時候, 最重要的就是幫他提起信願, 所以開示就不需要講很多, 你想一下, 怎樣才能幫助他相信, 怎樣才能幫助他發願, 你便說幾句話就行, 我通常怎樣說呢? 我便說, 某某同修, 現在是你往生的時候了, 直接, 不用他那麼多妄想, 就告訴他, 你現在就要走了, 阿彌陀佛就來了, 你有沒有看到? 他就是看的了, 看阿彌陀佛在哪裏, 這個時候, 他一看就心裏面有佛, 就是練佛, 他就幫助他提起練佛心, 他找佛好過找那個孫, 找那個兒子, 那個不是那個搞六道輪迴, 他去找佛, 佛在哪裏, 佛在你面前, 你現在就要練佛跟他往生極樂世界, 簡單幾句話, 他就去了, 很快的, 所以信願, 往生與否就是看你信願有沒有, 所以簡單幾句話, 你現在就要往生, 阿彌陀佛就來了, 你就去念阿彌陀佛, 跟他往生極樂世界, 這裏一切放下, 斬釘截鐵, 阿彌陀佛, 根本不給佛餘地, 只要去, 把他推上西方, 然後跟我們一起念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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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开始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伦伦班坐念念佛 排好班 有些人他临终的时间很长 真的那条戏一直拉到很长 怎么办呢 做好长期念佛的准备 我们就有些坐念两个月都没断气的 都有试过 那你如果是一开始你不去伦伦班 一个人顶着你没可能顶得那么长 顶二十几个小时就顶拢了 那你刚刚倒下来的时候他就往生了 那你会麻烦 所以一定要伦伦班 最好三班左右 一个班两个钟这样跟他练 练完之后第二班顶上 那个上一班就下来休息 吃饭 睡觉 该睡觉睡觉该吃饭吃饭 保存你的体力 不要搞得太累 有些一开始同修一坐念的时候 热情高涨 拼命念两天两夜两夜 然后不行了 个个都躺在那里了 那林忠的人没人理他 这样不行的 佛号是一定要不坚团 第三个大要就是一定不能触动他的身体 不能搬动 不能哭泣 一搬动他的身体 甚至碰一下床 他都很痛苦 因为他临终的时候四大分离 好像生龟脱壳 龟要把他脱壳 从他脱壳 你说他几痛苦 神色要离开身体的时候也是这样 非常痛苦 你一动他的身体 他就好像风刀隔体 也不可以哭泣 尤其是家亲眷属 家亲眷属一哭 他就生起情爱 哎呀 我的孙患照顾怎么办 哎呀 我的太太一个人 哎呀 好生好凄凉 起这些情爱心 就六刀轮毁 所以对家亲眷属要和他开解 你们真正想他往生 想他永远撤离 六道轮毁的痛苦 你要帮助他 千万不能哭 实在忍不住了 赶紧去旁边房间里哭 哭够了 再回来 一定要这样 一定不可以在临终人面前哭 甚至你不哭声流眼泪也不行 流眼泪的磁场也会影响他 所以临终三大梟 这个要学习 助念要用忍兴就可以了 不要用朦语 朦语的声音很沉 用那个忍兴的声音很清凉 一敲他就清醒 一清醒你劝他念佛 他就念了 这样就往生了 很快据 很快据 所以我们香港 希望我们这里 如果有这个机会 由人发心 看谁发心 组成一个祖念团 专门有个电话热线 有需要立即打电话 保证一个小时之内到 这样好 救命 救他的法身为命 要火出港道 这个祖念团 要有这种精神 有这个菩萨 救度众生出苦海的精神 他能不能够出三界 就是看这一刻 你要帮助他 你能够帮助他 你的功德很大 将来你往生的时候 你一定会发言输语 一定会有很多人来送你 戴慈菩萨就说过 能够帮助两个人往生西方 让你自己往生还要精重 如果你能够帮助几十人 甚至几百人往生 你便是菩萨再来 如果你能够帮助上万人往生 你便是阿弥陀佛再来 启阿弥陀佛再来 所以大家要发力的心 非常好 特别是年轻人 能够熬的 坐廉都是辛苦的事情 以苦为事 你的慈悲心就是在这里练 为救众生 我们什么苦都要吃 什么难受我们都要忍住 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讲 讲到马来西亚 这件事还没跟大家回报 去马来西亚帮一位老居士 蓝妈妈念佛 她是突然脑溢血 即是中风 因为参加她女儿的活动 欢喜过头 所以老人家七十岁以上 尽量少去参加社交活动 社交活动高兴也麻烦 她一高兴可能血压提升 结果露血管爆裂 变成了露液血 马上送到医院 本来她自己 因为她听经求求生淨土 跟子女说 我如果要往生 千万不能送我去医院 一定要在家里 但是儿女很可惜就是 学法不是那么多 听经少工作很忙 一见到她妈妈这样 立即送到医院 一送到医院 马上进入家户病房 ICU 全身插插管 然后就在观察 一直都是昏迷 她在前一晚出事 我们第二天早上赶到医院 我上个星期六赶到医院 在马来西亚的沙巴 沙巴的山达根 我不知道大家 不知道这个城市 没有直飞 要飞到亚比 然后再飞一次 所以去到之后 看到老人家在医院里睡着 医院是不让你太大声作念的 她在当地的关系不错 医院也算是很通用 就给我们说可以小声作念 千万不要吵到隔壁床 我们就拿了一个佛机 拿一个引慶 我在旁边 轻轻地弹着耳朵 然后跟她说 賴妈妈 现在我来帮助你练法 你现在听到我说话 你就跟着我练法 要求生西方景乐世界 不要再牵挂了 不要留恋人间 一定要去往生 我就这样劝她 看到她的眼睛动一动 眼珠动一动 本来是动都不动的 我想一定听到 我两个同修都看到 然后跟她念佛 唐修看到她身上 都好像金刚一层地铺在她身上 非常之属性 她的整个 全身都是非常之光颤颤的 她的面部表情 也都是非常之安乐 面色红色 在那边练 因为她带着呼吸机 带着心脏的绷 整个人体 基本上是用机器来操作 走得未都不知道 一直维持 那天上午连缘佛之后 那天下午 黄昏的时候 整个天上都是佛光 我还拍了下来 有七彩的莲花 即夕阳下落的时候 七彩的光明 非常之舒适 然后她的指标就一落千丈 我想她那时已经走了 但是因为她带着呼吸机 带着心脏的绷 养起瓶 这些东西 所以医院看着她的指标还在 就不能够跟她白管 那她就一直练 练到反正 后来很多同修来了 我想我的任务都完成了 所以我第三天就离开了 在澳洲有一个同修 她是有天眼通的 她就在澳洲看到 说蓝妈妈已经往生的世界了 所以这是什么呢 说明 临终的时候 即使是你有重病 只要有这个缘分 你能提起信愿 在你提起的一刻 佛就会延迟 就是这么快 感应道教 就是怕你提不起来 提不起来是什么原因 因为你平时的信愿不坚定 加上你的修持又不够好 修持不好就容易预障现前 它就是预障现前 所以真正修行日 要练你的心定 不要过喜也不要过悲 你什么都不要太过 因为什么都是假的 都不要执着 人家欢喜也好 人家悲伤也好 你都是笑眉眉的 做一个局外人就最好 你太过投入就麻烦 那些烦逆血那些 都是太过投入 所以一定要心平气和 这是羞耻 那你的信愿是你平时要放下 真正放下的人 其实他最喜欢念佛 你想想他只有一个心 就是想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他就是想阿弥陀佛早些来 他最喜欢念阿弥陀佛 其他对他一点情绪都没有 所以我们自己要想想自己 我是不是最喜欢念佛 一听到念佛我最高兴 一听见往生极乐世界 精神就来了 这个人就一定想往生 好似本闻老和尚 大家知道 我是很感恩他的老闆家 是他带我入缝门的 当时我在广州 他是江孝子的主持 他介绍我认识正空老法使 所以他是我的接引师 我和我妈妈 当时我还在广州读大学 十九岁 见到他之后 他告诉我 他一天读十遍普言菩萨行愿品 《花言经》的最后一遍 这个普言行愿品到最后 十大愿王导归极乐 所以他是往生极乐世界 我们就问过他 说你老闆家将来往生哪一道 他就说我要往生极乐世界 他和他的师父不同 他师父虚云老和尚 是要往生兜蜀天 他是要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是正确的 往生极乐世界 你想去兜蜀天很容易 你化身就去到了 你去兜蜀天想去继续世界 未必 都是的 所以 这个老闆家 后来我出国留学了 很少和他来往 很少去探望他 他就住在深圳 在宏法寺 就是去年 去年还是前年 去年他走的 前年我去探望他 我和我妈妈 和另一个居士 一起去探望他 当时他的记忆力 都不是很好 见到我们 都不是十分认得 因为以前我一去到他 他很喜欢跟我国华 第一次见到我 就叫我出家 我当时是十八岁 十八九岁 我当时上大学 打算出国 不要打算出家 结果被他说中了 还是出家 他劝了我两次 劝我出家 我从前年去探望他的时候 他精神也不太好 坐在那里 好像睡着了 又好像没有睡着 他旁边有一个徒弟 在读报纸 可能他是政协委员 或人大代表 可能是一定要听那些新闻 反正他 也不知道听不听 就在那里黑眼睡着的样子 似碎非碎 好像叮 我们见到他 进来了 向他礼拜 他一张眼睛抹大 看了我们一下 然后又将眼睛眉上 跟着我们跟他说什么话呢 他都无将眼睛睁开 我们看 老闻家是否年纪太大 算了不要打扰他 我临走之前 我问他一句话 说师傅 你是不是要往生极核世界 结果他一听到极核世界 四个字 立即把眼睛打开 然后做了一个动作 令我们吓得害怕 他拿着拳头 就唱那个进行曲 我说什么 全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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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这样 哇 老人家真是太可爱了 这是国歌来的 全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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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读报纸他们在一刻晚上睡 结果一听极核世界 精神就来了 一定往生 我们何时能够做到这样 你就一定会回生 所以对任何东西都不关心 对这件往生极核世界是最关心的 这才是真信切愿 下面一个问题 我每次读经都想睡觉 不知是什么原因 你是跟本换老和尚刚刚相反 人家是本换老和尚 一听起要读经 要往生 就精神来了 一搞其他事就黑眼睡觉 你想想你的差距在哪里 怎样去改变 你要学经教 你明白道理 真正知道极核世界的医症作业 你才生起向往之心 对这个世界这种因果 这种苦报 你能够明白 你才能够生起厌离的心 讨厌想离开 真是不想再留多一天 你这样的心生出来了 你就可以往生 所以读经黑眼睡这个是业障 克服业障 我劝你多听经 你说多听经 我听经都黑眼睡怎么办 真是有这些人 不过好像我们这里没有 我们这里个个都很精神 我没看见谁黑眼睡 有些人真是严重 一听经就黑眼睡 怎办呢 你可以这样 一边听经一边拜佛 将来我们可以专门在旁边 搞个拜佛区 放些拜电在那里 如果你黑眼睡 你自己起床去那里 因为我就是这样做的 我听靖空老法师 有时听听听真的会黑眼睡 因为老法师定力很深 说句话拉得很长 你没有那么大定力 你听都听不完就黑眼睡 所以你一定要提起精神 那实在眼睡时怎么办呢 去拜佛 现在我一听经就拜 师傅每天四个小时讲经 我们就四个小时拜佛 好啊 这个叫解行并进 你拜佛就是修行 宵叶障 将你的成经心拜出来 拜佛亦拜师傅 将师傅看成佛一样 这样来拜 你的成经心出来 你听经才能听得明白 所以四个小时拜佛 大概可以拜千多拜 我每天有千多拜 所以身体都拜得不错 我现在 下面一个问题 近期上帝粒子的研究讯息 可否用佛法解释 非常好 上帝粒子大家知不知 即是发现的最小最小的物质的单位 构成物质的这种粒子 为什么叫上帝粒子呢 因为基督教认为 万物是上帝创造的 所以创造的最原始的元素 就是上帝粒子 比这个电子还要小 所以用佛法来解释 能不能解释通 当然可以 其实佛法三千年前就讲了 跟现在科学家讲的很相似 三千年前佛怎么讲 说这个物质来细分 最细的物质 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 是可以将它放在牛毛的毛尖上 叫做牛毛尘 一粒灰尘放在牛毛上 牛毛尘 尘的七分之一 叫做羊毛尘 羊毛比牛毛要小 羊毛尘的七分之一叫兔毛尘 兔仔的毛更优 兔毛尘的七分之一叫水尘 那粒子可以在水里自由活动 没有障碍 就是水分子比水分子更要小 可以在水中自由活动 水尘的七分之一叫金尘 在金属里面自由活动 这等于是原子 金尘的七分之一叫做微尘 所以我们说微尘是很小的 微尘比金属里面的原子更要小 微尘的七分之一叫做色具极美 色是物质 物质所具有的最微小的 色具极美 色具极美 是呀 再分下去 叫做 叫做什么呢 我先想想 我查头脑的字表 叫做极美之微 还要继续分下去极美 最微小的 可能极美之微 差不多是最小的粒子 可能就是上底粒子 再分下去 就不是物质 是什么呢 是念头 念头的波动 现在的物理学提出了原理论 琴圆的原理论 琴圆一弹的时候 那个圆就在那里震动 一震动就产生音符 音符构成一个大的交响曲 我们的物质也是这样 当这个震动一出来的时候 产生这种所谓的圆 这种圆不是物质的 只是震动 那这个震动的方式不同 就产生不同的粒子 就好像琴圆产生的音符一样 音符有没有呢 有啊 有个音在那里 但它又没有 它不是物质 它是震动产生的 物质的粒子也是这样 你说它有没有呢 亦都是有啊 因为它没有它怎么有物质呢 但它又没有它是震动出来的 所以由这个震动产生 这个基本的最小的粒子 由粒子产生 所谓原子分子 我们的物质 乃至宇宙万物 所以宇宙万物怎么来的呢 科学家说震动产生 什么动啊 佛说什么都听 心动啊 你现在念头动啊 所以你看 这个德国的物理学家 普朗哈博士 他获得诺贝尔的 博物理学奖 他说 物质 他对原子的研究 到最后发现 其实世界上没有物质存在 只有什么 只有意识 物质根源在意识 就是我们的念头 心动 量智力学家已经发现这个问题 所以你说佛法是否高等佛学 三千年前就说出来 而且告诉你这个心动的速度有多快 物理学家还没测量出来 你看 梅立菩萨就说出来 他说一坛子有三十二亿八千年 一坛子比一秒钟还要快 一秒钟可以弹一快的弹五次都可以 一坛子的时间当中 有三十二亿八千年 一百乘一千 十万 三十二亿乘十万 三百二十万亿个年头 梅立菩萨告诉我们的一坛子里面 再诚意一秒钟有五坛子 一千六百万亿个年头 科学家还没参佛来 释迦牟尼佛 迷纳菩萨说出来 在《菩萨处胎经》里面说 所以你看 佛高度的禅定里面 这些事实真相都看得很清楚 可惜科学家没有学佛 如果学佛 科学组就不是这样 现在有个新的发言 说上帝粒子 在佛法里面叫做小儿科 还未有够发达 将来还未发现更多 一个年头当中产生的是整个宇宙 所以你说这个宇宙有多长时间 一千六百万亿分之一秒 这么长时间 所以它叫做空 你根本是捉不住它 它无办法留下来 它叫做不可得 你刚想有个得的这个念头 它已经闪了不知多少个宇宙 过去了 一秒钟一千六百万亿 单位是万在成一亿 而且就是当下 这个念头所现出来的宇宙 它的根源就是念头 它不是真正的物质 所以它叫本来是空 念头本来是空 所以《心经》中说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就是这样 色是物质 物质就是空 空里面能够生物质 有念头就有物质 生出来的所有物质全部都空 第一个它本来是念头 现出来的 好像梦境一样 梦境就是空 而且它存在的时间 一秒钟里面有一千六百万亿个生命 不可得 所以《波约经》里面 说什么 六百卷大波约经 大波约经 我们正空和法师看完之后 总结出九个字 十二个字 一切法无所有 迫境空不可得 十二个字概括 大波约经教你 就教这个事实真相 所以希望科学家继续努力 将来能够将这个事实真相发掘出来 我们相信科学越昌明 佛法就越兴成 下面一个问题 上星期六 师傅去马来西亚 能成功引你 该居士往生淨土吗 已经回答这个问题了 下面一个问题 可否解释波一词 如是 是否 一切法 本体真心 实相理看 是 不是 不生不灭 一切不离自生 可以这样说 这个如是 可能刚才 我不知道讲清楚没有 可能这个理好心 大家不容易明白 但不要紧要 以后我们很多机会 还要重复讲这个问题 这个就叫做 诸法实相 所以如是就是讲本体 如就是本体 就是我们的真心 自性 实相 理体 用的名词很多 讲的是一件事 你问为何佛要讲这麽多名词呢 讲一件事还要讲这麽多名词 这个佛 苦心 它是怕你执着名词 讲一个名词你就执着它 执着着这个名词 你就会看不到真相 这麽多名词 可以在禅宗经常用这个比喻 指月之至 你说月亮在哪里 在那里 我指给你看 在天上有月亮 我伸个手指指过去的时候 我希望你不要看手指 是看手指指的方向 才看到月亮 你说在这儿在这儿 那你就看个手指 你看不到月亮 所以学教的人 千万不要只看了个手指 要顺着手指看月亮 这些名词述语 要不要学习呢 要学习 但不可以执着它 它就是指月亮的手指 你不要包括它当成月亮 所以你说实相也好 真心也好 真如也好等等 这些都是名词 千万不要包括这些名词当成真的 你就当个手指为月亮 对这个名词 你就知道了 理解了 要放下 放下起身动念 放下思维 你才能够见性 那怎样放下呢 念阿弥陀佛 一般人放不下 对这个名词 我不要执着名词 不要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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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呢 执着了那不要执着 所以很难 你不是执着有 就是执着空 所以佛六好 干脆呀 给阿弥陀佛给你执着 阿弥陀佛你就执着着它 叫做执着名号 执着名到最后 其他所有烦恼网念都放下了 最后阿弥陀佛都放下了 你就见性 所以是用阿弥陀佛代替一切执着 代替一切的网念 念到功夫成熟之后 阿弥陀佛这个念都自然放下了 这个不是刻意的 千万不要想着 我念到到时要将阿弥陀佛放下 阿弥陀佛放下 好了 你放不下 你伯阿弥陀佛放下了 你执着六道论会了 那是麻烦 那是什么呢 你不用想放不放下 你一路念下去 念到最后自然放下 实在放不下怎么办呢 不要紧要去极乐世界 一定去到的 去到极乐世界之后 一定可以放下 就是古人所说的 但得见弥陀何受不开悟 一定开悟 这个正途法门 它很保险 你未开悟不要紧 你未正讲不要紧 一路念到极乐世界先 去到极乐世界 包你开悟 包你成佛 我再回答一个问题 八关齋戒可不可以提高年龄 方便我们修行 这是我们年龄大的心声 八关齋戒是一共方便法 就是帮助我们清静我们的心心 但最重要是念法 所以这个八关齋戒 和短期出家的夏令营 我们师傅唱功提出来 专门接引那些大学生 年轻人 所以都是普及初学的人 你如果是日到无量受惊 其实那个对你都是浅难 我们在那里面说什么呢 说认识佛教 当然也会介绍念法法 让这些大学生体验一下 学佛和修行 和他们纵线 因为大学生将来 就会成为社会的同僚 这班人学佛了 对佛法兴盛会有很大好处 我们是这个法师 接引年轻人 所以限定的年龄 就不要太大 如果你说你很想来学 我建议将来我们 打一个佛陈 念佛共修 这个才是真修 念佛共修 都不需要八关世界 欧益大师说 能真念佛 放下贪嗔痴 即是大慈戒 你的戒能够圆词 总词 你想想一句阿弥陀佛 一个往年都没有 你是不是戒都圆满 所谓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自正其义 一句阿弥陀佛全部包含 你不会去作恶 你所行的善是最大的善 你念佛成佛 你自正其义 你清静心 所以念佛是最殊胜的法律 所以我找机会我去和唱功师傅 去回报 去请示 我可不可以做一个民意调查 你们希望参加这样的念佛共修的请举手 好好好 那我就鼓足勇气 可以大声地说 希望将来袁明寺这个地方不错 我们利用这个地方来做共修 一句佛号念到底 正念佛三明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ği 里面 还有亲自韩阳 我给大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